大家早 大家好 我是Roger 那現在是早上的六點 那這次第一次來到Eastwood 然後這次住宿啊住了兩個很可愛的 就是上海的這樣一個民宿的屋主 然後還有認識一位來自山東的小大哥 對 然後很短暫的 我現在要搬家搬到市區的City裡面的這樣一個民宿 所以在這三天其實還蠻開心的 而且他們生活啊像家人一樣兩天還不錯 然後現在就要準備搭火車來去市區囉 那相信接下來應該會還有不一樣的這樣一個體驗 還有這樣的一個分享 走囉 那現在人就在亞洲超市裡面有看到一個 然後肉撈房子啊 對 然後點了好 聽說這裡的很多 所以點了聖王哥 然後肉餅還有菜 那我們來吃火鍋囉 剛剛去吃豆撈房的火鍋啊其實真的還蠻好吃的啊 它的鍋底啊醬料啊還有菜啊 其實都非常的好吃 然後推薦大家 有機會真的要來到那個 這裡是China Town裡面的豆撈房 在亞超的三樓 我們在POWER HOUSE MUSEUM 那這間其實一直是我之前一直很想來的一個MUSEUM 然後現在就來進去探險看看吧 走吧 在POWER HOUSE MUSEUM 我本來以為它是一個關於電力發電什麼等等之類的博物館 沒想到它裡面其實是關於所有能源啊動力啊相關的這樣一體的博物館 那非常的棒 然後大家有機會真的可以來 然後空間非常的寬敞 然後展出也非常的豐富 你可以大開眼界 好那我們花了大概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逛完了這樣一個POWER HOUSE MUSEUM 那其實我覺得它其實裡面講了很多就是人文啊或者是電力啊動力啊等等 然後還有一些歷史太空發展等等 什麼都涵蓋了 然後非常的精彩 然後你可以看到很多這樣一個故事 所以這個地方真的蠻棒的 推薦大家有機會可以來這邊也可以深入認識澳洲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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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一趟過會的賣魚的這樣一個想看 然後等一下來介紹大家到底真的什麼好吃的 好 我們終於等到了我們今天要吃的這個料理 那真的等了很久等了半個小時 然後現場人超多的 我們就來享用這道美食吧 那它這個是 這個是海鮮料的 然後這個是跑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薯泡 chips 所以都跑起來 好吃 這就是大家 那大家知道在 在澳洲這邊拿去吃海鮮非常的貴 然後 然後要吃到便宜的海鮮很不容易 那這一家其實它雖然都是用炸的會用烤的魚啊 那我覺得它的價格上也是非常的機敏 而且像我這一盤沙拉加薯條 這樣才比較有烤魚 那才12塊 跑逼而已 我覺得還OK 對 然後如果你沒有加沙拉的話 光是薯條加魚的話 這樣才9塊錢 其實還蠻便宜的 所以其實蠻多人都是來吃薯條的 就義魚加薯條 這樣就早就一個中餐了 那但是我想吃點沙拉 所以我就加了沙拉 因為沙拉 它也是海鮮沙拉 所以其實 裡面有很多的蟹肉啊 蝦仁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蠻 滿划算也蠻棒的 然後吃起來真的口感非常的好吃 對啊 推薦大家 那這地方就在那個 Hestory這邊 它叫做 Market City 所以大家有機會來裡面找 它就在市場裡面 不是很鮮遠 那我剛好也是經過 然後看到一堆人排隊 因為現場排隊 剛剛就是十幾個人 然後 用餐 用餐的現場也好多人 所以真的 一堆人都在吃 所以我想說 一定要來嘗試一下 推薦給大家 這邊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 還有分享喔 Roger Pinnock 掰掰